hello大家好 我特工11 我又来啦 记得开箱 这就是迷你特工队 超级恐龙亮的玩具 雷龙战甲 古拉卡 这款玩具的特征也是 两款变形 从战甲模式变成召唤形态 好 话不多说 开车 这个是一个雷龙的造型 虽然它那个雷是那种雷射的雷 那可能的原型应该是那个雷电的雷的雷龙 一个能量盘 这个黄色能量盘 还有一个max的人形 可能有 他也可以骑在上面 说是骑在上面 应该是站在上面 其他款的 是真正的骑在上面 只有它是这种 站在上面的感觉 和之前的运行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重点 变形 变形 不能试 看一下它的变形过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龙战甲布拉卡的召唤型态就变形了 如果相对其他话来说 这个头看上去识别度就没有那么高 不像其他的一眼我们能看完试 这个看上去只是一个机械的龙对吧 这块是龙嘴 然后这块是鼻子眼睛对吧 但是其他的就看着就一眼认不看出来 它是一个什么可能 所以你觉得这款怎么样呢 那我们本期就是 本期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我们公联队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变形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我是童虎十一 感谢你的收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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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